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日后不能让你跟锦衣冷月他们私婚了 这才多少时就被他们教的脸皮这么厚了 反正我知道你对我好 特别好 王爷 只要你一日还肯留我 我就绝对不会去给别人当武作的 那还说什么六扇门 什么玉面叛官的 我 我就是好奇 我想知道 我从小就听巫义大叔讲六扇门的故事 要不是因为想要找到玉面叛官 想要到六扇门当武作 我也不会有勇气去长安 也不会遇到你 而且 你真的太像玉面叛官了 可是 你说得也对 我最早听说玉面叛官的故事 才六岁 可那时你也还是个孩童啊 你不可能是玉面叛官的 就算巫义大叔是你爹 他也不会在那个时候 就知道你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呀 真是太奇怪了 没什么好奇怪的 不过是些阴差阳错的巧合罢了 巧合 我已经仔细读过你给我的手渣 其中许多故事 我之前都有见过 只不过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不是传奇故事 而是真正记录在卷宗中的案件 真的 那这些案子是谁办的 办这些案子的人 不就是神捕了吗 不是 他们都是我父亲 早年在朝中当御史试察办的 那 巫义大叔岂不就是 他不是 这些故事里的玉面叛官 应该是他希望能在这世上 真实存在的人 真实存在的人 这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知道这许多玉面叛官说过的话吗 这些都是在我父亲早年留下的手渣中读到的 包括三法司的十诫堂 也都是根据他手渣中的记录一一实现的 你所仰慕的那位玉面叛官 我想应该就是他心目中 理想行御官的典范 也是他希望 全天下行御官 最应该有的样子 怪不得 巫义大叔他跟我说 六扇门的故事都是真的 但却从不肯让我去找玉面叛官 王爷 在我心里 你就是全天下行御官最该有的样子 谢谢大家